台东爱心菜饭陈树菊因为生病退休到高雄公庙休养引发了全台关注 昨天晚间树菊阿嬷搭火车回到了台东 她说自己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而她也借机会来澄清 未来不会成立基金会来募款 但是会将自己毕生的积蓄用信托的方式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在旁人搀扶下缓慢的不出验票口 台东爱心菜饭陈树菊因为生病到高雄公庙休养 9号晚间从高雄搭火车回到台东 虽然走路缓慢又有点喘 但树菊阿嬷对媒体表示身体已经好很多了 她也趁这个机会澄清 退休之后不需要成立基金会 而是要将自己毕生的积蓄信托 帮助有需要的台东人 我要用信托不是基金会 基金会我不会管理 我会请教县长帮我看 因为这个是赚台东人的钱 回馈在台东 全树菊决定退休 将菜摊交办给侄子金仪 她说从前家里有人因为生病 没钱看医生而过世 所以她从小就有帮助别人的愿望 希望台东县长能够协助规划 至于信托金额有多少钱 数据阿嬷说还不能公开 不过会全靠她多年累积下来的积蓄 不接受外界捐款 台东县长黄建廷的太太陈灵燕 晚间也带着水果来接陈述局 她希望术局阿嬷先把身体调养好 再继续帮助更多需要急难救助的家庭 同时她也呼吁各界 能夺给陈述局安静修养的空间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